喝 喝 来 满上 来 喝 他在干什么 不知道 亚伯和尚 你想说什么呀 刚好我忘了 亚伯不会说话 来来来 别管他 influences 哑巴和尚 我看你是威伯 找死 好 妹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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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小和尚 想我了是不是你 我如此美貌 你不可能不喜歡 你如此俊俏 我不可能不動心 喜歡我 說出來 我喜歡聽 女人不是老虎 是一團水 你喜歡她 她給你愛護 把你洗得乾乾淨淨 你不喜歡她 她就是洪水猛獸 把你淹死 你說是不是 小和尚 別走啊 小和尚 我喜歡你 我不介意 和你做一對野鴛鴦 塞上荒原 苦命鴛鴦 你 shell 要來 餓上荒原 作別鼻子 就是它 快走啊 呢 尚自己 尚咬 无奈 面对你 不知道是宠是爱 你的目光里由我回待 星雲的寒光里 把阵影划开 我和你前身比喻 一场歌 我和你前身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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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河湖海 屈于我的世界 舍命凭下只能有生败 我和你前身比喻 我和你子比喻 我和你为呢 我估计 我和你前身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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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地28 你佣胳 要你坚强 未来 我和你声光上 再拿出一个 牵扯卸卸 生所死都是一条 无浪啊 爹 爹 爹 出来吧 老大 就是这个女的 你们已经跟了我一路 有话快说 有皮快放 不要打扰本姑娘休息 你早就发现了我们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有什么目的 同样的问题 你回答我 我就回答你 姑娘 我想你不知道自己 卷进了什么样的 大麻烦里 本大爷不想对女人动手 给你一条活路 你马上离开这里 你想动手又如何 凭你们的本事 再多人我也不怕 这么说你是不肯离开了 我倒是很想离开 可是我的任务 还没有完成 什么任务 当然是跟你们一样的任务 你知道我们有什么任务 当然知道 要不是我们有 相同的目标 你们早就死了 小小女子口气都不小 你跟和尚是什么关系 你猜我跟和尚 是什么关系 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 总之你已经 妨碍了我们的行动 你不离开 你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是 快走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我刚才已经手下留起了 现在你们就欺人太甚 看来 我必须给你们的颜色看看 ah oh ah ah wh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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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 现在知道本姑娘的厉害了吧 敢跟我们做罪 今天就算你侥幸逃了 日后还会有源源不转的追杀 一定会后悔的 要不是我出门的时候答应过别人 只杀和尚 不杀别人 这会儿你们的脑袋已经滚得遍地都是 就像熟透的西瓜地 趁我还没有改变心意之前 滚 走 八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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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 二师兄 你看 那些关在笼子里的是人还是野兽 这里是野蛮人的部落吗 看门外的守卫 不乏整齐 精神抖擞 我想 我们正在军营中 我们被抓到军营来了 可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 我们是皇上指派的西行使者 肩负皇命 按白大人哈大人所言 皇上应该沿途安排了军队 一路护送我们回京 怎么会这样 也许保护我们的军队 根本不存在 他们只是借保护之民 进行劫杀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怎么会这样 白大人哈大人 一直以为朝廷会来接应我们 没想到 真正劫杀我们的人 就是朝廷重臣 现在连他们自己 都生死未卜 难道是皇上突然改变了心意 不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怕是怕 是场阴谋 二十九 你看 二十九 你看 我应该怎么会这样 我就并和那句 二十五 五的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六 要 défin 你 你 你去 二十九小心 你是谁 为什么要伤害我们 你是不是饿了 他们把你官司来 不给你饭吃 师父说过 佛祖在修行的时候 割肉为鹰 舍身为虎 随后立地成佛 我虽然是个小沙迷 但如果你快饿死了 你就吃了我吧 放了艾师兄 你是不是什么人 为什么攻击我们 快说 二师兄 他好像不会说话 他现在的样子 好像一只受伤的 像个小狼一样 回到能笼子里 不准再过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杀了他 一定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们 这些人简直丧心病狂 他们会不会把这些野人 都放出来 如果是那样 我们三个全加起来 也不够喂他们 我们被埋在山谷市 有一位姑娘告诉我 我们想要活着 离开鄂尔多斯 只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们 但前提是 在他伤我们之前 我们要成功说服他 这个人是谁 现在还不知道 既然他把我们 带到这里来 就一定和这个人有关系 那个姑娘的话可信吗 此人十分神秘 而且性格古怪 现在 还不清楚他是敌是友 我们只有找到万寿山 才能弄清楚 整个事情的真相 放火烧营地 杀死西鲁天会的人 会是他们吗 六师弟和五毒兄弟 先去军营探路 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想 他们可能也遭到了 清兵的埋伏 万寿山将军 和冰玉公主的失踪 想必 也跟朝廷有关系 我们要找到那个人 尽快脱身 我们一行人 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师兄弟们死的死 伤的伤 当初说好要一起回去 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 八十弟爷已经半死不活 如今我们被困在这里 想要活着逃离 也已经是无望 我们绝不能辜负 把性命交到我们手上的 西鲁天会 为了边疆不再战火联绵 不管有多绝望 我们也要完成我们的使命 师父还在等着我们回去 我不会放弃 嗯 敢惹弄将军 就是这样的下军 情况有点不妙 这几个伴郎人 他们在铁笼子里 饿了十几天 兽性极强 和尚们 根本不可能逃生 弱肉强食 是自然的规律 那就看和尚 有没有 很怕 如果 绝对 我们会吩咐 我们会吩咐 所有人们 都会没行 我们一定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能不可能 没得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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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杀他们 他们囚禁于此 已经是生不如死 我不能拯救他们脱离苦海 内心已经自责不已 来人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 生不如死 最好的解脱 就是一死了之 你已经帮他们逃离苦难 我的师兄弟们怎么样了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如果他们有事 我绝不放过你 格伦将军 如果没有其他吩咐 我带和尚走了 回去给纳兰带句话 说我等着回京复命呢 别让我等太久 你是将军 我并不认识你 我也不认识你 那你为什么要陷害于我 我认识你脖子上的这个脑袋 迟早有一天 我会亲手摘下它 以示天下 我们犯下什么滔天罪过 需要斩首是天下 难道这个你自己不清楚吗 这是皇上的旨意 皇上要杀你们 那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和尚 走吧 不行 我还没有问清楚 你的问题太多 更何况你有资格问吗 我让你走你就走 如果你还想见你的师兄弟们 我一定会搞清这些 你会给你 拿我 你喝肠子 你喝 我喝 你喝 你喝 Create 你喝 podcast 你喝 你喝 他喝 你喝 你喝 喝 你喝 御霄是将军 最珍贵的回忆 将军还是留着吧 何必毁了呢 如果是让你二选其一 你会选这御霄还是人 没有御霄 和尚只是和尚 不是将军的知音人 若没了和尚 玉霄也只是一只死物 将军还是没了知音人 将军要子言二选其一 可二者 缺一不可 说来说去 你就是不想让我杀了他 你以为你能救得了他 他还能活着吗 反正时辰已到 你等着看好戏吧 我们跟你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们 你们勾结乱党 意图谋反 你们才是作贼心虚 身为大清官员 究竟在害怕什么 为何处处阻挠我们 如果你们能说出 万寿山下落的话 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我们不怕死 你威胁不了我们 好 那你们就做个冤死鬼吧 准备行刑 时辰已到 杀了和尚 六师兄 六师兄 六师弟 不要过去 六师兄 六师弟 六师兄 将军 将军 你不用再喊了 他今天也是冤死鬼之一 你不要这样 我就要这样 这一切都是阴谋 阴谋 我还怕什么 生与死对我来说 我完全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会杀了你的 没有你的爱 我宁愿死 因为我 因为所有人都让我失望 你不敢这样 我就要这样 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就是一个 水性洋花的女人 见一个爱一个 需要我告诉你真相吗 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曾经跟我起誓 一生一世跟我在一起 谁让你失约了 可是 没有可是 这个哑巴和尚 是我的丈夫 你再说一遍 他是你什么 他是我的丈夫 这个哑巴和尚 他是我命中注定的丈夫 子言你疯了 你为了这个和尚 你什么事都能做 我说的是实话 你不要杀他们 我慢慢告诉你 好 那 今天 我就送你们两个上路 成全你们 你不会这样做的 塞外的严寒 才让你变得勇敢 但是没有让你变得残暴 你是个善良的人 拿来 将军 快下令吧 把哑巴和尚给我押下 直接带到我郑里去 拿这三个和尚怎么办 动手吧 你会后悔的 放开我六十弟 放开我手 六十九 你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却能同年同月同日死 是不是很感激我呀 不过 我该先送你们谁上路的 放心 我不会一刀砍死你们 我会一片一片地 把你的肉割下来 我要让你们看着自己的血流干 然后 看见一根根苍白的骨头 露出来 看见自己的五脏六腑 从肚子里流满一地 你吓唬我呀 死到临头了 你倒是挺安静啊 我害怕 胆小鬼 谁叫小鬼了 我只是 我只是瘀血 你还狡辩 上次你装瘀逃跑 上次我都是真瘀 不是逃跑的 上次我都看见了 我没有 有 没有 有 没有 有 够了 我已经确定 先送你们谁上路了 快 快 困起来 放箭 子言 你说她是你丈夫 那你们有婚约吗 有 在我还在娘亲肚子里的时候 那这么说 你们就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了 我们之前 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们是只妇为婚 我的父母 曾经救过一对逃难的夫妇 那名夫人 在逃亡的时候难产 我的母亲为她接生 后来 产下一个男孩 夫人的夫君为表示感激之情 与我的父亲一劫金兰 并为我们指父为婚 那个人 有一个绰号 叫吉时宇 吉时宇就是哑巴和尚的父亲 我就是他指父为婚的妻子 我随将军到边塞 也是为了寻找他 后来我听说 他们辗转到了边塞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遇见他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找到了他 我不信 这故事是你编出来的 你从来没有见过他 你怎么会知道就是他呢 他的屁股上应该有块红迹 我反复挑逗他 就是为了确认这个 现在可以确定 这个哑巴和尚 就是我的丈夫 娘 你确定吗 确定 爹娘临死前 要我一定要信守婚约 将军 我要和哑巴和尚成亲 希望将军成全 你要嫁给和尚 和尚不愿意娶你 你看 他连一眼都不愿意看你 他心里根本没有你 而且他已经出家了 所以 这个婚约不算数 他出家 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还有一个妻子 现在知道了 他可以还俗 和尚 我千辛万苦找到你 你一定会信守誓言 一定会娶我 对不对 放箭 师兄 快走 站住 快 快 快 你真的要嫁给哑巴和尚 他现在背负逆党的罪名 你跟他在一起 你也会成为通缉犯 即使这样 你也不后悔吗 不后悔 当初将军 也是以罪臣之子的身份 发配边赛 子嫣也心甘情愿陪将军 没有任何怨言 现在 既然子嫣的心里有和尚 只要能跟他在一起 不管吃多少苦 我也不会后悔 是子嫣辜负了将军一番情意 如果将军有怨气 就冲我来 与和尚无关 你走吧 将军 要放了我们 难道我还能亲手要了你的命吗 你无情 我不能无意 既然我已经留不住你的心 至少 我能给你想要的生活 走吧 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 谢谢将军成全 哑巴和尚 我把子嫣让给你 你一定要好好待他 如果你敢让子嫣受一丁点的委屈 我会亲自把他接回来 连同你的性命一起带走 将军既然答应放了哑巴和尚 可不可以也放了其他和尚 哑巴和尚活着 是为了你 至于其他几个和尚 那是朝廷的事 不该你管 也不是你管得着的 将军 你想走就马上离开 我怕我会随时改变主意 雅巴和尚 你是不愿意和他远走高飞吗 你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你吗 你的师兄弟们不走 你也不走 是吗 你希望我放了他们 让你们一起离开 他们不肯说出万寿山的下落 你要是能告诉我 万寿山在哪里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饶他们不死 其实你们都知道 但是你们死都不肯说出 万寿山的下落 你们与西鲁天会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也许你们已经叛变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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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你不信和尚 信我吗 相信我无论什么时候 子言都不会害你 你想说什么 你不应该杀和尚 杀和尚是皇上的圣旨 我放走一个 已经是死罪 如果我放走全部和尚 被处死的就是我 你眼里只有哑巴和尚 就不为我的处境考虑吗 当然不是 我替和尚们求情 除了因为哑巴和尚 还因为将军 我为将军担心 难道将军不觉得 这里面有很多事 哪里不对劲吗 如何不对劲 将军想一想 皇上为什么要杀和尚 因为皇上觉得 他们已经被西鲁天会策反 可是和尚 并没有背叛朝廷 我曾经试探过其他几个和尚 他们的确对西鲁天会的行踪 一无所知 还有格伦的态度 他明明没有皇上的圣旨 却谎称奉旨而来 虽然最后拿出金龙令牌 但他的话 却不足以令人信服 将军想想 他为什么逼迫将军杀和尚灭口 这一切的一切 难道不可疑吗 还有 我们派出去的信使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也许我们应该等一等 如果将军现在杀了和尚 那将军的处境就被动了 你说得不错 那我就先不着急杀和尚 那你为什么不阻拦他们 我想看看哑巴和尚死了以后 你会不会为他伤心落泪 我也许 会为他落一两滴泪 甚至为他难过一两个时辰 但是如果将军 因为误杀和尚 而遭奸人陷害 那紫燕将日夜难安 你认为杀和尚的事 是格伦的圈套吗 不止格伦 他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 甚至有一个很大的阴谋 而将军 你只是他们的一颗棋子 需谨慎行事 否则 将成为他们的替罪羊 米人 可要不得 我��当 我抴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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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能不能 你 走 走 你 娘 娘 娘 走 别动 叫你的人住手 你还不住手就擒 你这师兄弟们 这一命呜呼了 和尚 住手 你能看到吗 你能看到他 没看到你 自己死子 不是 你能看到你 你 来 我们 你 来 嘛 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有四个人 值得吗 你想清楚 你有大好的虔诚 真的愿意给我们和尚陪葬吗 你想怎么样 我们正式决斗一场 你要和我决战 害怕吗 笑话 我堂堂副将军 怕你个光头和尚 那就接受我的挑战 你觉得你还活得了吗 那你呢 不接受我的挑战 我们现在就通归于尽 和尚 既然是决斗 那就应该有赌注 你的赌注是什么 我胜了 放开我的师兄弟们 我输了 留下来任你们处置 这个赌注太没有吸引力了 你想怎样 交出万寿山 他们现在身在何处 你比我更清楚 你的意思是 是我私藏了万寿山 和你脱不了干系 亏你们还是出家人 居然满口胡言 栽赃嫁祸 陷害忠良 你们处心积虑 非置我们于死地 冤枉我们意图谋反 你们才是军心普策 早就听闻 铁壁和尚武功高强 刀枪不入 竟然是一个颠倒是非 巧舌如簧 胡言乱辩的和尚 胡彪 既然他不服 那就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省得他在阎王面前 苦爹汉娘 好 既然将军开口 我接受你的挑战 你还没走啊 我刚刚进来看热闹 为什么要走 是你 你认识我 我不认识 但是我看到你把和尚 作为礼物送给我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 你也果然与众不同 你把和尚送到我这里 肯定有你的目的 你怎么会不管他们的死活 你得杀掉和尚 我为什么要杀掉他们 你必须杀 否则 明天你的头颅 就会挂在金杖顶上 你以为 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你以为我没这么大的本事 那你就等着看 我就是不杀 等你挂我的人头啊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谢谢你送我上路 我现在的心情更适合死而后已 可我不杀你 你害怕了 我只是稀才 我们虽从未谋面 可我对纳兰将军的词句 却是清暮已久 你喜欢我的词句 纳兰姓德文武之才 吟风弄月提箭跨计 情犹天下 你虽不喜官场 不善俗悟 可你纳兰家族 是清朝正皇旗 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你一世风流 一生至情 最单纯最真挚的初恋 给了青梅竹马的表妹 可她却被皇上选为绣女 从此 你再无法给予其他任何女子 她们最想要的东西 爱情 这也是你为何辜负子嫣的原因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我 你是什么人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得杀掉和尚 你已看到 和尚已经是案板之肉 只等刀足 你还不明白吗 和尚们息刑以来 从未打过败仗 你是说 和尚们会再次突围 有等死的傻瓜吗 他们逃走 我也没有办法 这里是你的军营 和尚们和你的命运 已经勾连到了一块 只要和尚们没死 你就要承担所有罪责 甚至 整个左卫大营全体士兵 都要因此被牵连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说得够清楚了 这已经是我 能告诉你的全部了 那 我怎么样才能相信你 我无法让你相信我 不过 你得做出自己的选择 好 二师兄 胡彪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较量 把我师弟放了 我已经答应你接受挑战 如果仪主乡时间内 你还没有打败我 他们就死了 二师兄 这 还不动手 还不动手 走 好 走 何师兄 走 二师兄 站住 我刚把你救出火坑 你又往里跳 你是不是想死啊 我知道你关心你的师兄弟们 那我呢 我是你未过门的妻子 你让我眼睁睁地看见你死吗 你让我为你受寡一辈子吗 看着我 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我问你 你到底承不承认我是你妻子 你也觉得我在编故事吗 我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 如果你不是我指父为婚的丈夫 如果不是父母当年的约定 我为什么要为你付出这么多 我跟着纳兰将军 难道不比跟着你一个被通缉的和尚抢 我千辛万苦找到你 你居然这样对我 你不是不相信 你是不想兑现誓言 你在逃避对不对 今天如果你要走 我就应当杀了你 杀了我 你在这世上再也没有累赘 再也没有人逼你还俗 你尽管当你的和尚 和底的师兄弟们 成你的英雄去吧 和 和尚 你干什么 你疯了吗 是不是我不让你走 你就要死在我面前 你把刀放下 我跟你回去 你把刀放下 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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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尔凡尔 皇上的旨意 是要我诛杀全部盼他 如今西鲁天会下落不明 等问出结果再杀也不迟 杀了和尚 翻遍整个草原 我不信找不到他们 和尚们已经是落网之鱼 必死无疑 不过是多留几天性命 又何妨 我等着回去向皇上复命 戈伦 你也别忘了 这里是左卫大营 我说的就算 没事吧 你想造反 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我实话告诉你 皇上派我来督察 就是防你会私通叛党 我已得到皇上特许 如果你稍有犹豫 将你立即正法 先战后奏 你敢伤将军一毫 我让你陪葬 六师弟 六师兄 你也不敢伤将军一毫 对 你 把辟手给我放下 他先把剑放下 子爷 护彪 给我把兵退下 是 将军 如果你觉得我私通叛党的话 你立马就可以把我斩了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要杀要寡 习听尊便 我再给你几天时间 缉拿西鲁天会的余党 到其违逆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护彪 好好看着这帮和尚 如果他们有什么差池 到时候 你把人头提上来见我 哪来 你救得了他们一时 救不了他们一世 皇上要杀的人 你敢不杀 皇上要的人 你敢不给 你那只羽箫 好像就是 皇宫里 你青梅竹马的恋人的 说到底 你就是皇上身边的一条 忠犬 杀伦 你最好真的是皇上盼来的独军 否则我一定会让你见识一条 忠犬的嚣张 原来是他 谁啊 我认得这把飞刀 二师兄 你看 好熟悉的飞刀 小和尚 你见过那个刺客吗 那日在山谷中 我赶着马车救出了万寿山将军和冰玉公主 但被一伙蒙面人一路追杀 其中一个蒙面人抓住了我 就在我差点套出他是什么人的时候 也是这样一把飞刀 穿透了蒙面人的眉间 取了他的性命 也就是说 这个藏匿在军营的刺客 也曾出现在你们的营地附近 而且他一定与蒙面人认识 因为怕身份被揭穿 所以不惜杀了自己人 将军 山谷里那伙蒙面人 是格伦指使的 昨夜 刑刺将军的那个人 也是格伦暗中安排 所以 刚才扔飞刀的刺客 原来是你想杀我 我就站在你面前 如果刚才你一闪 死的人就是我 如果是我安排的人 我一定亲手宰了他 飞镖是不是你放的 将军为什么怀疑我 因为你恨不得 现在就杀了纳兰 你有没有想过 众目睽睽杀了他 你能逃出左卫大营吗 即使你逃出去 纳兰亲信不杀你 皇上怪罪下来 我也会亲手宰了你 属下没有方案器 难道不是将军安排的刺客吗 不是你 那会是谁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会不会是西路天会 将军不是说万寿山没死吗 会不会是他派人到军营里 然后暗中杀了纳兰信德 再嫁祸于我们 我们螳螂捕缠 他却黄雀在后 你说军营里有西路天会的奸细 没错 和尚们假装被俘 护送万寿山改头进京 但是和尚 是万寿山进京的唯一保证 他不会放弃他们 万寿山肯定想办法救和尚们 说不定 他和和尚们安排得在哪里见面 你立刻严审和尚 不论用什么手段 让他们招出万寿山现在在哪儿 是 这是军营最好的金创药 可以帮他暂时止血 其实就伤成这样 都是被你害的 八十弟 伤药 贫僧多谢纳兰将军的不杀之恩 还算有个识趣的 如果不是纳兰将军及时阻拦 恐怕你们早已命丧黄泉 子言 你先出去 将军 我想留下 如果你担心哑巴和尚的话 他刚才救过我一命 我可以保证他不会有事 出去吧 六十弟 五毒兄弟呢 他把你扔下 自己跑了 真不讲义气 回来就好 有没有大师兄的消息 你们还有一个和尚下落不明 是我们的大师兄 他精通医术 那万寿山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营帝出事的时候 大师兄为了让我救走万寿山将军 和冰玉公主 留下来截断蒙灭人的追击 身险火海之中 至今生死未捕 保护西鲁天会 对你们来说 真的是这么重要吗 可以连性命都不顾 我们日日吃斋念佛 就是为了普度众生 如果牺牲我们几个人的性命 可以换取边疆太平 可以让天下千千万万众生 得以安生 那我们的性命 就没有白白牺牲 我纳兰姓德 一生效忠朝廷 与西鲁天会势不两立 对谋逆叛党格杀勿论 但我敬佩你们的决心和毅力 和尚 你说得没错 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和谈机会 那就是希望 我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战场 更希望我的战士们 能活着回家 而不是在战火中度过一生 甚至于战死沙场 我愿意帮助你们 我让你审问和尚 你回来干吗 来 你是谁 烤白笋的味道如何 我的白笋是你杀的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的人已经遇害了 你的手下很有骨气 死都不肯说出幕后主谋是谁 所以我就割了他们的脑袋 那和尚也是你放进军营的 和尚们该死 所以我就把他们扔进了军营 你是拿和尚引诱我现身 想杀万寿山的人 肯定也要杀和尚 和尚没死 幕后主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你果然没有令我失望 你能走进我的军帐 我保证你爬着出去 你是第一个敢用这么大口气 对我说话的人 口气倒是不响 原来才这么点本事 要不然我让你几招 就凭这几下子 你也太小瞧我了 你们是在考验我的耐性吗 以为我可以放走你们一次 就一定会放走你们第二次吗 将军放走我们一次已经是开恩 这一次我们会光明正大的 从军营里走出去 和尚们没有谋逆 本来就不该被处死 如果我们逃跑了 就永远得背着逆反的罪名 到处夺藏 我早就说过他们有没有罪 不是你们说了算 是皇上金口一言 朱笔一挥的事 如果皇上说他们是死罪 谁敢说他们无辜 你们既然已经走了 为什么还要再回来这里 和尚 放心不下他的师兄弟 我也不愿看见将军 你有危险 我会有什么危险 难道将军还认为 左营牢不可破 没有人能伤害将军了吗 我甚至怀疑 左营有叛徒 等我查出谁是叛徒 我会让他付出生不如死的代价 不管怎么说 哑巴和尚救了我 可你不该回来 你不怕死 难道你愿意让子言 陪着你一起送死吗 你说躺着出去的人是你还是我呀 你到底想怎么样 告诉我万少山在哪 你也是来找万少山的 你说不说 不说我就动手了 等等 我是太子的人 太子 哪个太子 大清的太子 未来了天子 你杀了我 太子不会饶了你 你难道要得罪朝廷吗 得罪朝廷有什么可怕的 他们又不敢奈我和 你说 太子派你来干什么 太子让我来杀了和尚 阻止万少山进京 你为什么要和我作对 谁说我和你作对了 那你为什么来找万少山 你怎么办 跟你一样 你也是来阻止万寿山进京 那我就想不明白 你是要杀了他 还是要救他 这你就管不着了 啊 好 很可怕 我自己人 你不是说尚 那我赶了 就是 你干什么 我 我 不是 不 我说你是 你们后悔了 所以你们阻止万寿山进京和皇上密谈 你们想把他抓回去了 抓回去 然后呢 继续反清复明 这都被你知道了 没想到姑娘的脾气还挺暴躁的 让你知道 我不是西路天会的人 那你是谁 我是太子的人 你不可能是太子的人 我为什么不能是太子的人 你这么漂亮 太子肯定会把你留在身边 想把我留在身边 那是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想得美 就算他八抬大教上门求我 我也不会嫁给他 你不愿意嫁给太子 嫁给太子就是太子妃 未来的皇后 你不愿意吗 我嫁给他干什么 你还是西路天会的人 我不是西路天会的 那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你面前有两条路 要么告诉我万寿山在哪儿 要么你死 来人哪 你敢叫人 当心我揭穿你假传圣旨 说你是奉太子之命 借纳兰幸德的刀 杀和尚 你杀了我 我也只能告诉你一句 不知道 死都不说 看来 你真的不知道万寿山在哪儿 你肯相信我 不杀我 你当官只为荣华富贵 你不是一条忠犬 所以你不会为了效忠太子 而丢失性命 我相信你 我们可以合作 怎么合作 就照你说的 你找到万寿山 把万寿山交给我 我留你性命 怎么样 我连你是什么人都还不知道 你要是来陷害我的男 这样吧 我告诉你个秘密 什么秘密 西鲁天会的秘密 你不是西鲁天会的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是不是都与你无关 你现在的选择 到底跟不跟我合作 你先放了我 你不是要告诉我秘密吗 在你们军营里 藏着一个西鲁天会的奸细 奸细 如果万寿山不在你手上 那这个奸细 一定知道万寿山在哪儿 也许他和和尚们是串通好的 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切 欺骗了所有人 奸细是谁 你仔细想一想 你真的不知道是谁吗 在军营里 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以探听到所有消息 而无论他做什么 却丝毫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我知道是谁了 看来你不是个傻子 还算聪明 我是一个英雄 这我还没看出来 你看出来了 你会喜欢上我的 我的剑会喜欢上你的 信不信 浪荡的公子哥 如果你是英雄 就再帮我办件事情吧 什么事 杀了二师兄 为什么杀他 这你就管不着了 做不做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怎么报答我呢 好了 让我再想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